哎这款房车是密码锁啊 你说我重复摁错的话 它会锁起来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由一维科底盘打造的 SIDE白金PLUS大额头横床版房车 整车车长5995车宽2400 车高3150 满足蓝牌C本的驾驶需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车身外部的一个配置 驾驶舱这一侧配有 前后两个储物空间 以及电动马桶的黑水箱 车身尾部配有四路监控 倒车影像以及三叶拖车杠 加水系统和220伏的新能源接口 车身右侧的外置厨房区域 配有抽拉的灶台以及储物格 前方有户外桌板 220伏新能源接口 户外淋浴以及储物格 美式门的设计啊 可以分为两个 夏天还可以当做防沙网 下面咱们上车去看一下 入门的这个右侧是一排鞋柜 以及带有背脱的置物台 和隐藏式的刮钩 乘客门的上方是水电总控制面板 而且还可以关上 左侧的内置厨房区域 可以扩大操作面积 配有隐藏式洗菜池 以及抽油烟机 上下均做成的储物空间 而且在这个地方 配有两个小的电插座 不禁的让我想到了 一个海贼王里面的动漫人物 很Q很可爱 你们猜一下是谁 我们继续往后来看 它是配有了两个分体式的冰箱 总容级是148升 上方配有一个美的的微波炉 这个位置我们取拿食品是刚刚好 哇快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 超级迷你的衣柜 下方还有一个小抽屉 可以供我们日常挂衣服和放一些证件使用 后方的后横床是一米二乘两米 两侧均配有外推窗以及小夜灯 并且进行了软包设计 上方是一排吊柜 接下来咱们去卫生间看一下 卫生间配有独立的淋浴花洒 赛特福德旋转马桶顶部换气扇 一排吊柜化妆镜以及洗点时 顶部配有进口多美达变频双款子空调 雨感双向换气扇以及烟雾报警器 下方的惠客区域采用了L型的沙发卡座 配有系统升降桌 晚上可以变成一张儿童床 上方配有一台四五监控 一排吊柜 两侧是车载音箱 身后是一个32寸的小米液晶电视 放下来可以变成一张楼头床 下面咱们去驾驶舱看一下 哇这个驾驶视野真的不一样 动力方面搭载了3.0T的柴油发动机 多功能方向盘 8IT手机一体变速箱 以及超大中控屏 水电方面配备了280升的清水箱 陆水升的灰水箱 100010的地点 3000瓦的逆变器 还想了解更多房车布局吗 关注我们哦